港股市场投资气氛持续转淡 恒指一度跌穿牛熊分界线 但科技股较腰回升 恒指收市时跌幅缩宅至105点 到19762点 重上牛熊线 科技指数亦市升12点 收报3811点 主板成交不足千亿 较上日减少19-988亿元 北水亦无心暖战 全日买盘减少36-128亿元 淨卖出金额2亿元 进玉环球资产管理投资组合经理王子申称 港股市底偏弱 海外投资者对持有中资股的信心不足 暂时未看到港股向上吹化劑 恒指短线应可守在19000点以上 另外投资者要警惕 大市成交不多 个股股价将会经常出现大上大落情况 瑞银指出 国际机构投资者首季对中资股的持仓降低0.6个百分点 内资基金对中资股仓位了降至去年10月低位 然而 内地出台支持性政策 目前为止复苏趋势强劲 信贷数据 节日销售数据皆优于预期 所以看好中资股投资前景 该行又称 中资股首季盈利趋势平平 但伴随未来数季收入反弹 商品价格下跌 利好企业顺利 利润率也会扩大 MSCI中国指数低于历史平均水平标准差 内地股票市场的风险回报具吸引力 个股表现方面 内银股继续遭遇抛售 农业银行 01288股价跌3.1% 收报3.11元 工商银行 01398股价跌3% 报4.47元 前期股价同样走强的内险股 昨日在获利沽压下 几乎全线向下 中国太平 00966股价跌2.9% 报9.74元 中国人寿 02628股价跌2.7% 报15.08元 科技股亦是有买盘跟进 硬件股信与光学 02382股价升3.2% 报83.1元 是升幅最大蓝炒股 中心国际 00981股价升2.1% 报19.68元 软件股亚里巴巴 09988股价升0.9% 报80.2元 腾讯00700股价升0.3% 报329.6元